第二百九十二回,燦爛牆下,雙飛連坐,莊嚴寶箱,自有緣諸, 且說李英勤自從李洪,陳岩引走二妖途後,因聽乃姑全聲告警, 知道強敵將臨,便問乃姑,老老前輩對我有無先事,乃姑回答, 依我之見,只需手應劫難,便笑好些空險, 禽媒想借此磨練自己的道力定功,使強敵知我未三應二雲, 英勤獨秀,不是虛語,也大皆是,此時已不及更改, 由你小心應付罷,又接義靜仙虎全聲, 也說機南宮將來,敵勢太強,無望尋著應變,轉危為安,不可自此,膽大攝險, 現知他姑身代敵,十分受慮,最好盛其未來, 仍照預計引入仙虎,將悟行仙頓之力,將其伴著,以待時機, 英勤之道量有關心,恐其擔憂,正想把練保所得,全聲告濟, 四外天風海淘之聲忽處潮水一般響過一陣,聲音便少了下來, 隨見搖天空際,雲奇翻動,時隱時宴,即不一回, 又聽鼓樂之聲起自彩雲之中,由天邊出現,迎面飛來, 看去似乎不快,一會便已飛近,那彩雲之高向下斜射,大隻某許, 雲中湧著八個道童,各執樂器,忽塵之雷,作白字形,兩邊分離, 衣著飛絲飛白,五光十色,華美異常,信貌卻都一般醜怪,神態馬鱷, 雲朵後面,牽著一條旗長帽制的清氣,望去遠如驚天長紅,前頭帶著一片彩雲, 由極遠的九天高處,往當地神龍吸水一般斜趴過來, 自從天風海淘之聲由紅轉世之後,晴空萬里,更無片雲,華日仙山,景本零售, 忽有彩雲甲著一道奇長帽制的清紅字空飛舵, 愈顯得紅偉壯麗,從古未有之奇,那彩雲稱戲院如實質,離地像許,便即停住, 正落在英勤的對面,八同紛爭樂器,先兆地奏,此英彼和,並不發話。 英勤見為首敵人未到,吊在後面,此而是若無睹,不去採他。 暗笑,左道中人尊喜者設牌場,明是旁門,偏要東思孝貧,自明天仙一流, 龍舌音樂而像,莊點門面,適年寧叫朱仙我未復會,何嘗不時仙雲麗空, 長下若驗,掩掩而來,何等鬆容?全是一派清零長屬之境, 不帶一絲霸道,哪是這等光景?深方沉思,忽聽身則不遠的小風上面有一幼童,此是懸疑, 發話笑到,藏歌,你看老怪物多教人惡心,要來就來,偏有許多過場, 他還沒死,連宋葬的樂器都帶來了,我愈看這百個小怪物愈有戲。 來時,恩是似我兩件法寶,內中一件,乃是身由崔老前輩給師傅的一把雷澤神紗, 經師傅為我用了四十九日輔功練成,尚未用過,我想拿妖途絲絲手,你看如何? 不可,隨聽女見爛爛爛爛爛,亦此勸其慎眾,不可妄慰, 英勤聽兩小忍身在旁規探,已是膽大異常,又是這等狂言無忌, 調避妖途聽去,九民敵人神通廣大,妖途須使道同打扮,任何一個,至少也有三數百年功力,如何能輕舉妄動? 正代兩小擔心,以為對方必要發難,哪知重要途境如未聞,指左邊第三人免色未變,隨即復原,全不理回,心方奇怪,調知強迪轉信即知,說來就來,為恐懸而犯險, 吃虧,便用全星勸阻,猛瞥見一點止艷艷的星光在彩雲前面一閃,一聲霹靂,當時爆炸,數十八像雷火飛射中,只見前面彩雲子略為震盪了一下,雲光轉幻,一仿復原, 仲妖途迎立雲中未動,惡聲也未停止,以聽旅見急呼,原帝快來,荒尿不好,果然左側第三妖途兩道弄未往上一樹,當時目射空光,把手一揚, 雲中立有一圈碗大青紅突然湧起,隨又裏面石出一道韓光,照得當前白某方圓一片全城清晰, 願而隱身發立被照破,現出全身,小手光光揚起,背後金劍也光飛出,看神氣似因神淚無功,另取法寶, 飛劍二次思惠,你見也似因難勸不聽,正由小風上面中著一道金光出來,想要攔它回去光景,就在這雙方發動, 時機不容一信之際,願而身形一現,發寶,非劍還未離身,對面彩雲已發作一蓬彩絲,激射而起,將願而連人帶寶一齊裹著,轉動不得,藏而吃清光一照, 隱形也被破去,請急救人,讓手一到今夏,正朝願而衝去,想將彩絲蕩開,忽聽雲中妖途冷笑一聲, 手指處,採雲,採雲略非洞,竟連你見一齊裹著,你見所放今夏較強, 上來便將彩絲蕩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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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蕩蕩蕩�蕩蕩�蕩�� 敵人仍是不理,英勤最愛白羊山四草,方在情急氣憤,代要出手, 猛聽左面連聲呼喝,到時有同口音,剛聽出有李紅,陳岩在內, 猛瞥見兩團佛光大著兩彎珠紅,先由且似女電池飛來, 中擁兩個小人,正是靈魂鳳的愛途沙魚,米魚兩小, 各在嘉藍珠與皮那神都互生之下,突然出現,同聲渴罵, 小妖途感傷我門的大哥,四弟,教你常常就光盤,指五神光線的厲害。 話未說完,兩小身前早有一盤桌圓形的曝光出現,大隻三尺方圓, 盤中浮勇起一根七寸來長的光針,針頭上突射出大鼓比電還亮的光雨, 正芒電射,帶著轟轟雷電之聲,猛烈異常,光頭鮮射向你,寒兩小身前,身外彩絲立此雪花與火,當即消滅,衝破了一個大洞,四小人匯合一起, 願意方哭,這法寶太好了,快殺上去,沙,米兒小面有難色, 剛把針光掃向對面,採雲立被衝破一洞,眾妖途突然變色,紛紛欲起,就在雙方見拔腦張之際,又聽你,陳二仁同聲大學,老怪物快來了,救他刁臉的了,還不快走, 話未說完,一臟佛光牆下速湧著一個金蓮寶在以電池飛來,四小環再驚固,另一圈佛光耳罩向身上,寶在往前接住,你,陳二仁有未現身,便同衝燒而起, 一閃不見,隨聽呂洪空中大學道,快告老怪物,你們連我未下三代的幾個小人都敵不住,還言什麽勢,說吧,聲影全無,眾妖途好似看得那彩雲極重, 見被敵人衝破,一臉暴怒,欲起,一臉仰在張王搶壺,想要收起,鬧得手忙腳亂,十分狼狽, 與初來時驚狽自傲,把敵人視若無默神器,大不相同,頗有外強中肝,心去膽怯之狀,敵人一去,帶著滿臉粉擊,也未追趕,互相看了一眼,為手一人手下靈欠一揚, 彩雲形復原狀,惡聲重又吹起,英勤正笑妖途無恥,剛吃了規,敵人才走,又來莊腔,忽聽遠搖搖空中傳來一聲冷笑,眾妖途棉色就變,惡聲勒子, 那條青氣仍是長紅驚天,由當地起一直掛向天際,始終未動, 也看不出他的盡頭到底多場,笑聲由遠搖天空傳來,聽去結緣,惡聲才停,便見最前面衝下踏箱之中,有一點清光閃動, 仿眼由小而大,由那像不可測的清氣之中飛射過來,隨見清光愈來愈大,現出全身,乃是一個身材長壽, 青衣黑鹽的道人,羽以聲貫,相貌清秀奇古,不帶一絲邪氣, 周身就著一層清光,簡直成了一個光人,光一入眼,便隨清氣飛躲,來世神速, 仿眼臨近,星色皆無,可視財落彩雲之上,便各全山地皮一齊震動,似玉崩塌,猛惡驚人, 道人先朝眾妖途看了一眼,眾妖途立時面無人識,為首一人嘴皮未凍, 也未聽出說些什麽,道人笑道,我早知道,此事難怪你們, 只不應為命出手罷了,可惜途中如人,晚來一步,被小葉障門逃去, 一時無下尋他們,我須不值於什麽小丑計較,但既敢對我無禮,至少也應勤回山去, 命他們施掌向我要人,為何用他們方施?暫且不說,可令賤匪李英勤和幻波池一竿小狗男女上前答話, 為首妖途剛剛領命,未及開口傳話,英勤早知來人士可南宮,本要上前學問, 心想還是沉穩寫好,先作未見,文言方此松容學問道,來人士基南宮摩,想你得到千餘年, 雖是旁門,連經天劇,驅都無揚,先生歲月,何等逍遙,你自負前輩,法力無邊, 令高足沙紅燕去環波池道堡的經過,當以心知,是非曲直,自有功利, 他不是我解救,早已命喪妖師之手,如今恩將仇報,明知物已有主,仍然勾結妖黨, 類似侵擾,他根本已身是五頓之內,我亦並非怕你,只為你近數百年,隨與正人為仇以外, 日頗像個清修之事,又最終愛者個女徒,不計時負,我奉屍命,崇政諸邪,險左艱難,我自當之,便為道信身, 亦服何舉,只恐操操之過切,你受外途固惑,難免為他道行亦施激出事來, 因而禍害生靈,引起浩劫,為此妄開一面,眾令逃走,我以為曲求全, 誰知你仍仍自毀平日信條,內此輕容,成我師長憂寧父會,想滿欺人,來前,並還虛將聲誓, 自在凍嚇,我因寧寵乃我所傷,如眾無肝,又知你法力高強,不聞勝敗, 難免不惟我先虎寧境,為此孤身在此相待,我理應勤勤修道業,不計奸毅, 憂說你師徒狗人,便十萬天兵天將一齊嚇凡,也只笑你良小作態,缺不皺眉,現在我就在你面前, 意欲如可,自從基南宮一道,整座依環嶺便在震撼之中波動如潮,如非早有先發防禦,已經震力,聲勢猛惡以傑, 機南宮見他先骨山山,一身道氣,言動鬆容,神太英喪,獨立葉揚之中,鮮容光彩,照耀岩雅,不得沒有絲毫具色,身外也未堅有法寶防護, 老怪暗犯,莫怪我未應勤名不虛傳,此類果是天鮮一流的根骨人品,自己法力須高, 自多使其受點負難,未必變內他何,明知此來自為信條,大失身份,性之不無,不性為笑, 無如愛途一味哭訴,久前不休,縮世情業,兩生愛重,空自修道千年,早無藏帝之師,偏會連愛已結,放他不下,本想為名遠鎮,對方不會不知, 師長暫時又難來緩,必定害怕,只要肯復低應過,獻出毒龍狗,使愛途復原,或是乘機轉世,再不隨同回山, 正待敵人上門,再分高下,少出外途惡氣,挽回憶點顏面,也就拉倒,不料一時托大, 被兩位與他同時的前輩先任用先發,出其不易,顛倒如龍,好奢軍未算出,來時途中,又被兩位輕而不見面的地先故意攔住最闊, 到晚了一步,門人以為他先丟了人,與兩位地先分手之後,遙望伊環嶺,先派的五時帝興不見蹤影, 只見英擁獨立領上,彷彿有恥無恐神器,眾妖途所駕彩雲,本是一件鎮山之寶, 特意用來時威,異狀聲勢,竟會受了殘損,偏有查算不出, 僅之內有幾個我未後背,將法寶基附委去,憑自己的圍目發眼,事前景未看見, 押佬怪了之敵人就這個靶時臣,已有了準備, 弄巧敵人師長也許有幽靈島趕回,行法隱蔽,佔了基先,所以毫無影跡可尋, 心想,果然對方師長在此也好,省得自偉信約,憑自己的威望身份, 樂蓋以大壓小,到時還當仇敵有意欺人,自不出面, 卻令一個少女孤身相待,來掃自己銀面,所以陷用員工,震山陷惡,想將衣環兩先行震力,好將敵人手腦引出, 及見全山雖然震動心裂,連草樹也未截斷一根, 越了對方已先行法防護,心有能者主持, 激南公正令門人呼喚英勤踏活,英勤早已出面應答,並且警示孤身應敵,好生驚奇, 因對方達話機招,太耳難堪,不由勾動無名,冷笑學道,你就是李英勤摩,我本不值與你計較, 只為你們這些我未群小欺人太深,當家因為己未得以前,彼此全是心貪藏真,想隨妖師,雙方素無仇怨,我門人見避遠你何仇,為何一見未交,便用非見謎算, 將他殺死,我亦知你師長君往幽靈島附現未歸,暫時不難為你,只要獻出靈丹,援來而靜,乃姑,由我將幻波池封閉,也決不動你一草一木, 你們好好隨我回山,等你們師長審我要人,必先釋放你們,再分勝負曲直,如若不聽良言,我一身手,你們身受苦難,甚或形神皆滅,悔之晚耳,英勤抗聲笑道, 你在自修道多年,不明是非信譯,我亦不願和你多說廢話,只是不肯波及生靈,我自在此,決不逃走, 你有何法力,只管史來,看看可能將我擒走, 雞南宮早在暗中查看,見對方隨身而迎朗, 道力精神而愛,身旁須有寶光外影,別無十分其處,先前那麽多的人全都不見, 雖然,又不似全退守在雲波前內,對風景感出此謎話,愈想愈怪,以為少女無知, 似有幾見法寶,變玉以卵迪迪石,想說滿話回答,欲言又止,略一沉思,微笑答道,三應知名不虛, 單者膽力已是少見,如非你們大意嬌雲,我真不忍加害,記者等說, 我如勤不了你,便先回山,等你師長回來,他不尋我,我再尋他,只是你一人難待全體, 今日你們傷人衰多,欲我無肝,但是欺凌我們人的,一個也遙不得, 你那幾個同門姊妹如不出面,我自往始終尋他們去,英勤笑答, 你若是有法力破我五行先頓,不拿生靈出氣,誰還怕你不成, 雞南宮笑道,我掃來對敵,明將旗鼓,問你法寶甚多,又不思展,真個想找死魔, 隨聽有一又同口音接口笑道,這老怪物不要念,上次同耶島使用陰謀陷算, 鬼頭鬼佬,那也是名張旗鼓摩,雞南宮文賢,面上立大怒勇, 怒學,樹紙學印,速來見我,隨即伸手一彈, 立有鬥大一團青光潮那發聲之處飛去,青光到鳥胸中,便即步場, 當時布滿半天,狂逃路卷,電池飛去,同時又聽學道,我化身千億,給你悍悍何況, 話未說完,那青光給電環快,早晨星飛去,指一閃,便又飛回, 縮成將許大笑一團,內中果著兩個粉妝玉腳又同,正是李紅,陳岩,看神器此被青光困住, 每人手指一道金紅光滑,將那青光撐住,不令妄女縮小,指示面上形大笑容, 英勤深知敵人禮害,恐二人真遭獨守,一時情急,方想拿或激將,使其釋放, 青光已果了二人,眼看頭向彩雲之中,因事世大神速,二人笑語之聲上還未住, 以備青光琴來,以備青光琴來,機南宮目柱青光來處,面上似有驚異之用, 江河得一聲,疑似伸手往前一揚,忽聽你,陳怡人在空中大笑之聲,聽去似在靖琴谷左近, 英勤深方奇怪,忽聽震天架一聲信雷,滿地區是金光雷火,青光已爆散, 內裡二人忽然不見,那雷火金光本朝敵人打去,吃機南宮手指柱, 飛起大片來時所見清氣,指一閃遍將雷火打滅,才知你,陳怡人用鮮髮幻化身形, 卻用一九神淚藏在裏面,想和敵人開個幻小,不料被敵人看破, 英勤深方驚異人,心方驚喜,雞南宮已是氣極,先伸手向空連彈鳥幾次, 只見無數女清晰,連同其世如沙的火花,向空飛射,微微一閃,便即不見, 英勤深想,你,陳怡人,敵人尚且無奈其何,我怕他作嬸,心膽更壯, 故意氣他道,都老先生不要生氣,這兩人一是我小師弟李鴻,今年未滿十歲, 另一位是他好友陳怡,年紀想也不大,你收到千餘年,和我這等未學後背交手,以失體面, 他們年輕,見你以大額小,未免不憤,年輕人多喜吐氣,何止計較, 莫如還是和我先鬥一場,再往昏波池方居一遊,分了勝敗,各自回山, 安慰你那愛途去罷,乃姑藏身陣中,見英勤松容應敵,躁持巧妙, 和往日一味躁持勇敢不同,又愛又喜又擔心,正想用全聲叫他和老怪物定約, 不聞勝敗,以三日為限,英勤又接口往下說道,你無須顧慮,死活應命, 決不怪你暗算,如有本領,只管思惠便了,幾南宮也善露火頭上,表面須顧身份, 言動鬆容,暗中氣在心裏,聞言冷笑道,你既如此膽大妄為,且先叫你見識見識, 隨即把手一揚,左手五指上立石出五股清晰光氣,初出時世財如紙,出手步場,發出軍軍雷電之聲, 飛上天空,後尾也離手而起,化為一臟大如崇山的手形光山, 朝英勤頭上趙來,英勤見來世教援,但離頭患有十象,變國壓力驚人, 從如山岳,不敢懷慢,也已全力應付,先不發作,孤意賢乃,禁蹤防禦, 古良壓力從得快難感受,光山快要壓到身上,離頭只有正許時,方照預計行事, 既南宮因自己所連五指神風不得從如山岳,內中並從好些威劣妙容,乾乾真火又為猛烈, 多高法力的人遇上也不能當,易見英勤目著上面若無其事。 發寶,非見全未放棄,實在不解,各著此女須是外途之仇人, 這等美則,就此形神皆滅,也實可惜,方要警告,猛撇見一團衛光突然湧現,長魂靠眉, 人也離地上騰,將其大一團牆下包沒敵人全身,憑自己的圍目發眼鏡未看出如何發動, 才知敵人持有佛門之寶,照此情勢,分明已與本身原靈相合, 幽說急切間不能如願,便念上訴入夜,也未必能夠奏公,不由修老成路, 先前年識之年去了一個乾淨,立意想讓英勤吃點斧頭,便把雙手一搓,和我一樣, 手上立有兩大鼓清白以氣潮光狀中飛去,英勤人群光中,雖像定諸之力不曾受傷, 但是相下四愛殺躇如山樂,其從不可思議,憂想而凍昏淡, 及自清白意氣射到光狀之中,先是煙雲變滅,連閃幾閃,意氣不見,光色忽然由清轉紅,由紅變白,化為銀色, 中閘無良素的五色光針環身全赦,其熱與憤,知是敵人採取九天光殺之氣所煉乾光神火,全身如在紅爐之中,正受那銀色殺火化年, 須由佛門至寶防身,心靈上也起了景潮,急忙潛神定淚,運用員工,靜心相馳, 須覺敲熱,還好一些,心神少亂,火力暴增,頓各隻體的呼,其熱難耐, 連心頭也起發燒,大有外火猛煎,內火欲然之勢,這等景象,乃收到人的危機, 置入我未以來,尚是第一次遇到,心之泥海,心中一方,火勢忽止, 連四邊壓力也退盡,望容為莫注視,四外青濃濃,只蒙著一團輕煙,行動已可治愈,換了上人, 決不知此事敵人最厲害的諸天而神大法,只要心神把運不住, 妄想衝出重圍,或用法寶,非劍施衛,稍微移動,立陷環境之中,不消多時,便被殺火煉成灰煙而滅, 隨臨死前苦痛難甘,也知一眨眼的功夫,道力少差的人, 還不知怎麽死的,端的利害非常,陰毒已結,英勤本來危險異常,一則, 先福深厚,不該慘死,再者,他的功力遠非適比,道力更極堅定,一見形勢突變,身上一輕, 將有定諸活體,本身定力仍極堅強,又以強敵當前,就算清光為定諸所破, 敵人也還必有殺仗,始終以靜與動,只用為木茶漢,未作逃走之想,方想清光如破, 怎會還有清氣龍咒,這一念境佔了便宜,轉危為安,一眼皮見敵人試圖望著自己, 似乎笑容初念,內宗兩妖逃並在耳目示意,滿足靈機,陷喘,敵人法力極高, 師祖當年兩次除他,軍被逃脫,第一次在東海露獄,鬥發兩日夜之久,才得獲勝, 自己能有多大氣候,如何能與對抗? 諸偉長老前輩軍說是甚空險,必須善為應付,結局也只能將其棄走了時,並非真性,還須留意獨守,不可輕時, 反正需困兩三日,索性不等未兩日,先連兜略火放出,與佛家為光連成一片,在裏面打起楚來,不問來世如何, 付諸不聞不見,且過了三日再說,英勤二寶本與元神相合,隨心運用,動念即生秒用,心念一動, 那三朵靈驗已分合由心,化為一朵,威力更大,再與定諸聯合,月顯神奇,事也真巧, 既南攻見敵人將目四顧,身外為光牆下次稍減退,知其將人幻境,方故妖途微笑,忽想起此女已得先佛兩家爭鑽,功力深厚,如何大意?輕其年幼,未用法力隱蔽本身, 反正對方法保神妙,不是急切間所能成功,便打算把英勤陷入環境,交與門人主持,自往橫波池去尋敵人晦氣, 這時英勤危機係於一法,行規敵人發難,英勤也恰好打定主意,一朵紫色燈花,在元寧主持之下,突在圍光中出現, 彷彿眼花為一片紫色長焰,飛出圍光層外,彷彿一朵像許大的紫色燈花靈驗, 上面托著一團佛家圍光,光中裹著一個白衣少女,雙木碎臉, 安然地坐,端的兒太慢方,妙相莊嚴,好汗已極,機南宮見狀大驚,想不到一個厚盡少女, 竟有野高功力,雙方須是仇敵,到底收到多年,與別的旁門左道不同, 見此情勢,也有不得深深讚許,認為從來所無,英勤自從靈驗飛起以後, 變各四外壓力企業重有報場,恢復原狀,這才醒悟,方才原是環境, 經此一來,愈發小心,專一運用員工,哪敢思豪疏佛,到了後來, 各著心有敵人,仍是有傷之法,出於強制,故此覺得壓力企業未退, 於是便把安危之之道外,一味潛神定淚,回光內燭,等到有定生命, 神與天合,立時表裏空靈,神而憤愛迎切,一切恐怖罷愛,立歸虛無, 那橫感覺道師毫痛苦,雞南宮見他寶雙外燻,神光內營, 那粒定珠耳玉本身原神合為一體,聲向頭上,長輝柔和, 炸汗並不強烈,先那佛家為光已透出光狀之外, 那粒至清晨焰不知怎地忽然由上而下,到了敵人腳底, 軟如一朵像許大的如意形燈花,寧空停立,將人託任, 英勤若錯其上,燈花上紫色長焰由四邊往上升起, 包沒全身,以筆似方才分作內外兩層景象,表面補光只有一層, 似比先前容易攻進,實則上面為光照頂,靈下要空, 下面紫焰護身,長輝閘地,那五指神封鎖快營如山岳的光狀, 雙營之下,不得被以前減息,內層並現出一個兩三像高的空洞, 雙及五六尺便難再盡,機南攻之道敵人初五元機,還不知盡量發揮, 否則就此衝出,都難塌不住,不禁大驚,又急又怒,喊蠢, 一個學道才不久的少女,竟有這等功力,那兩個敵人不曾見過, 文是此女獅子,修煉教狗,一個是道家園應練成, 一個更是大對頭神尼心如徒孫,兼有先佛兩門傳授,就許給此女還高明, 自己往然修煉多年,苦練了好色法寶,滿以人能聖天,拼糟重劫, 使機一致,掃蠢未,將仇敵師徒一網打盡,使齊秀明不能待師員誰適年所發弘願, 誰知同野島之行陰謀未成,反有相選,楚漢敵人成功而去, 欣見對方公行以將圓門,破壞無用, 想起昔年長未真人手下三敗之仇, 仍不死心,費盡心力,練了兩見天賭乾坤,震撼宇宙的左道至寶,打算最後一拼, 不料法寶尚未練成,門人先以多史,憑著多年威望和以往信條, 本不應親自出手,無奈外途受傷,激起無名怒火, 指雪區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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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將來變雕了兩個徒弟,至今推算不出下落吉凶,未來前,又還受人棄母,幾將鎮山之寶毀去,仇恨月深,偏無奈何,照此情勢,將來報仇故事極難, 便是目前,勝之須也臉上無光,到底還好一些,萬一不勝,雕人更大,自己有和別人不同,持久無功,便須退走,不能和別的左道中人一樣苦淺不憂,受人輕笑, 好打也要傷他兩人,才能退走,此女又是獲首為仇,不給他一點厲害,憂雪愛人,便愛圖面想也無法交代, 既南宮愈想愈恨,於是便計,打算往橫波撤破那五行仙頓,就便搜尋先來以圖五時兄弟的下落, 因敵人正運原功,潛光內照,不會搭理,圖子取獄,便不再發話。 只將身旁發寶如意七情仗取出向空一揚,立有一仗七彩色光合成的彩幕龍向神風光狀之外,以備自己去後,敵人乘機逃頓,再用全星暗告門人,說敵人已有準備, 越是難先推算觀察,令其留神戒備,以防敵人另有鬼謀,看今日情勢,對方必有能者,不可輕敵,即便萬非得已, 也要一面還手,一面報警,以防再傷人授遇。 說完,尚恐應勤法寶神奇,光撞了他不住,自己一走,出羽門人為難,突然留下一個幻影, 方此走去,乃姑藏身仙震之內,聞得奴雨神體傳聲,雪姬南宮以往仙虎妖害,令照預計行事,試用仙法一看, 果見一條人影電也似疾,正往始終飛去,自己就在對面留神觀察, 竟未看出師豪影跡,如非先陣中設有照應仙法,絕看不出,就這樣, 也只看到一點極輕微的淡影,一癖不見,再看所留幻象如本身一般無異,照樣具有神通, 堪存,老怪物連經天極,幾成不死之身,真有通天徹地之能, 旋前轉坤之妙,以他法力,如非與我未拼命作對,細不兩立,各位師長見他須是旁門, 自從隱居黑家山數百年來,以不再為惡,無故決不會去惹他, 只要將最後一劫再度過去,變成不死之身,如今偏要自尋死路, 固然女仍是獲水,如非沙紅燕引起,不至於此,但到底還是前葉太重, 親臉難燒,以他那麽神通廣大的人,竟會執迷不悟,乃故一面沉思,一面忘容全聲向幻波池, 正情谷諸男女同媛警告,並說,英情需被困住,缺可無礙, 時之自解,尤其英男司徒,事源上有餘波,萬萬不可輕舉妄動,以英情法力,法寶至高, 尚非其敵,別人出來平白吃虧,不死必傷,缺戰不到絲毫便宜, 或光說完,忽聽有人藉口說道,癲獅子,優者等說,我和陳哥哥不是你們若來,也不在你所限範圍之內, 你不用管,乃故聽出是李洪口音,望容全聲急呼, 洪帝與陳道有法力須高,仍不可做此兄弟,憂恕別的,我幻波池仙境如被老怪物偉旋, 亦是冤枉,李洪笑答,我們如非凡他偉選仙府,還不多者事呢? 爆你末時,憂恕別的,憂恕別的,便我來時,也得有幾位老前輩相助,連人都請了來, 你倆們自看不見罷了,我恨他狂妄,今日准教他丟臉回去,我已准備停當,和善哥哥,文字指他們說好,連你見,韓元,鯊魚,米魚,淺萊, 吃完六個小人全都帶上,他喜以大額小,我便教他嘗嘗嘗嘗嘗嘗的味道, 善哥哥他們,以照預計暴震待的,我們如果不行,他和文字指一個被恐出氣,能答應我嗎? 善哥,說完,便見對面八妖途身後現出一夥人來,老少都有,隨李洪所說八個以外,下如橫有七個老者,都事相貌清奇, 長延嫌飄空,穿著多半破舊,屈心整潔,高禮不一,一個個先鋒道骨,飄然有七層之志,手上角拿著一串佛珠,穿的卻是道莊,垂在八小身後,一同出現, 內中一個相貌清秀的黑蘇魯者手下缺印,由中紙上發出一片膽得幾非目力所能看見的清晰長輝, 將白人一起籠罩在最內,好似突然言語乃過觀看,只閃得一閃,便即隱去, 只見一大團清光如輕煙電卷,黃橫波池中飛躲,由此更無形聲,奸也不再回答, 去前似見陳岩守朝驚南宮的幻影一樣,若有思維,但未看出形跡,最奇的是對面妖途無一弱者, 帶隊敵人就在身後現形,又由身側飛過,景未覺察,充足之間,未下用先發照影,看者七個老者, 法力決不在你,陳諸人之下,行輩必高,你,陳二人來時,曾與上官洪露遇, 並未聽說有此七老同來,自己方才還和異人相見,談了幾句,也未看出, 就算來人長於隱形,或是後到,此時本山禁制重重,更有照形先發, 愛人到此,無論法力多高,斷無不見之理,使用本門隱形法更不必說, 怎麽想,也想不出這七個老人是怎麽來的,想了想,終不放心,又朝諸民全聲詢問, 可知李鴻同來七老人的來歷,是何恩怨,怎未聽說,此去有無危害, 隨聽諸民在遠方回答說,我與洪帝匆匆一見,當時只有陳道友同行,方才按照各長老的先事, 在衣環領暴震,洪帝與陳道友突然飛來,取出月幽白的速貼, 速貼上也只說是老怪物可悟,洪帝此來,得有異人想坐,盡可由他任性而行,無須顧忌, 詳情未說,當時也沒見洪帝同友第三人,洪帝認定老怪物受報不成,必然羞腦誠無,難免毀損仙虎寧, 強張淺來,石原二弟只要去,我欣見四人面上並無悔悉,又有月絲百先事,不曾爛阻, 憂說七老人不曾見到,連你、寒、沙、米四小也未見到, 洪帝雖然圖氣膽大,但他先福自口,機智絕倫,誰也給他不想,趙月絲百先事口氣, 料無逢害,只不知把這六個小人帶去作心,乃公文言,才稍放心, 待不一回,便聽熱靜遊幻波池底傳聲說,老怪物已在他中延伸, 乃公文言,與青囊仙子華搖鬆對面搭活,因華師叔識辭極巧,將他將住,雙方若定, 先請老怪物破五頓,三日無功,便即收兵回去,現剛開始破五行先頓, 我因,我因得有諸長老指教,仍照如計,孤意言當,站不出面,敢以全力運用總徒, 以免被老怪物發現中需要地和金門所約,去委總徒,等到艾光明日,再將五行先頓正反合用, 給他一點厲害,你,陳等百人愛也見到,洪帝鐵也大膽,同來全是一夥小人, 個個年輕喜事,膽大妄為,須不放心,無奈勸他們不聽,終書要地又不能離開, 只得請華師叔隨時留意照護,如月危機,便未警告,華師叔警說無妄, 不知何故,也未見有七老人同來。 以正說完,乃姑方再尋思七老人的來歷,忽聽遲底傳來風雷烈火之聲, 知道雙方鬥發正急,心方驚疑,待了半日,奴雨神館又再傳聲, 說令有強敵乘機來返,事情須應在第三日上, 但敵人已將尋到,乃是狗力老怪夫婦,因和火無害多年深仇, 近聞他在月而倒火海脫困,到處搜尋,入錢財之被困正情谷內, 知他盛情剛造,決不屈服,由於我未派不曾破臉,異欲先禮後兵, 親自趕來,將火無害要去,如穩便罷,否則,便強行下手, 能將離合五魂歸一同奪去更好,知不際也成火無害陷身在內, 不能行動之際,用他一粒子無陰淚珠將其震成粉碎,以燒多年實子之恨, 狗力夫婦還未起身,恰口發生一時,有人尋他,擔然了數日, 這時奴雨鮮法已發動,禁制神妙,外人又想查見一點形聲, 所以火無害拜師之事,不曾看出,想起大劫將臨,心須驚異, 但仇恨大心,如不是火無害將他一步修煉未完的魔經燒去, 早成不死之身,連愛於黑丑也可保存,愈想愈恨,乃淒囂神娘又在一旁力爭, 誰鐵不憂,這才決計來此甚愁,為恐我未這班後喜之秀法寶神妙,便在魔宮設了一盞魔燈, 來去更是萬分神俗,總算老怪過累將來,非到萬不得已,不敢恕此強敵, 上來只向主人商量,不先發難,否則火無害須經火海苦修,有多年功力, 本身不知於死傷,而老怪夫婦來去如殿,卻難乾如防, 依環嶺上寧景必被委屈不少,同時一陰大師葉斌正若寧雲峰和與雲峰法迪惠有的前輩女先身無咎的記名 頂帝子南海徐裸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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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頂帝子南海徐裸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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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老妖孽傳都心性不定,暴如烈火, 一見多年苦心經營的魔公根本重地被強地侵入, 反正難免於惡,由此連奏三冊元神, 不知應神皆滅,情急心橫,必以全力拼命, 老怪盜力須不如驚南宮,所練且法義寶驅非尋常。 尤其是自從練成後,只在清漢谷月蒼虛老人鬥法用過一次, 並未再用的獨門子舞被摩陰類,威力猛烈,無與倫比, 便用太月五煙羅防護,也必被震破,別的法寶更不必說, 只有用英勤新得的子清晨驗兜略火和金閃, 諸民天心相還合逼並用,才能破去,危機順悉,本極奸險, 幸而老怪夫婦知道基南宮聖情古怪, 不起旁人參與,臨行發現在此生時, 慈而不決,後須起身,只在寶城山絕頂準備待機, 並未就來,單等基南宮被眾人棄走, 立時趕到,這時今時不須得先事,在領側封頂埋伏, 無奈來勢大快,英勤有光鐵群,一個措手不及, 就算眾人應變機警,也必難當,至少依環領四外仙境被他一雷震山消滅, 比時左近多高大的風亂,也會被整作產去, 碎土沙石布滿天空,四外擊射, 方圓千里內外的地面全成死域,無論人速填射, 全被借滿天石雨打成粉碎,壓在下面, 並還引起極強烈的地震,就依還兩面強保住, 也只會將一座孤峰,速立千里沙漠之上, 何況未必能保,端的禮害非常。 為此,奴雨全聲嘗試,等老怪夫婦到時, 由英男將離合五魂歸放起,把火無害假困其中, 故意拿懷言動,使老怪夫婦看出五魂歸的威劣妙容, 不敢輕舉妄動,毅度英瓶飛來,再令火無害變化遁走, 把老怪夫婦有往今仙仙陣之內,火無害飛頓神速, 就出不宜,由善元宮變化,患有替身,老怪發言必遲, 等其警覺,追王仙陣之內,接到魔宮信號,知道想當, 怒極發難,天心傷環已驚合逼飛起,將那大小狗乳子無陰淚珠制住, 英瓶在用兜略火飛人心環之中,以火黑火,內外夾攻, 老怪本有顧忌,上來便被眾人佔了先機,必定膽怯心驚, 加上魔宮告急信號接連飛來,銳氣一錯, 只圖回舊根本重地,不敢亂戰,但他只無陰淚珠缺不肯寫, 必要遠遠堅堅試,向眾屬土然和,恩在先陣之內, 全陣軍事大清先發禁制,成了一片光海,多高魔法也無所示, 眾人無須理他,久必自去,但再激怒難阻不得,否則仍不免於急怒攻心, 只徒四分,徒時亂發獨門陰淚和別的斜髮易補, 依頑嶺衰不止於偉旋,補程山一大風聯營被擊碎,化為烏油,等他想起後悔, 拒哉已成,生靈不知傷害多少,對風魔法甚高,近年為妨礙的坦塌虛實, 魔宮內外設有九重禁制防禦,又在海森全眼之內,深達千丈,多高仙法也難推算, 連勞羽也在老怪出宮起身之後,才得知識,如非守暑兩端,中途擔言,直難預防, 因老怪夫婦不此機南宮一未自尊好性,患要顧全身份威望和以前的信條, 道力雖然較差,來世危機只有更成,應付之間,少一失機,立成大海, 勞羽並並說各派要扯足的數年,以多準備停當,不久便要蠢動,在三次我未斗劍以前,尊尋各正派門人的晦氣, 我未諸弟子近內功力雖然大盡,往往後來居想,發寶,非見威力也多神妙,但事道高魔高,群邪勢力也比以前家成,尤其是五臺派妖孽,近奉萬妙先姑許非能為首, 勾結的二人能守最多,妖父為報宿仇,處心積慮,多年苦心,本年有好幾件禮去發寶,近有犧牲色相, 與西海陸隔島潛伏多年的老妖人鬼王閃營勾引成好,聲勢月發浩大, 幻有華山派力火祖師,也是未來強敵,赤身舊祖舊盤婆與女神英義正, 又有一場惡鬥,從此多時,來日必有大難,當此邪政護增全亡, 郭靖政派師長公行將懸閉關之際,到處隱伏危機, 師豪疏忽不得,奴雨昨日為此用了一日夜的懸機推算,此色因果, 雖然結局多半無害,便遭兵解的幾個也全轉獲為福, 但到底厲害,奴雨由因本身天劫將臨,不能隨時相助, 為力指此,令乃姑速為轉告,期望眾人好自為之,乃姑聽奴雨不厭其長, 口氣十分慎重,至關緊要,但對理,陳等八個幼同潛入仙府, 輕鬱苦,輕鬱苦鬚,一字未提,調無危害,心須守防, 但那狗利夫婦有名邪魔,已經臉職多年,忽由親出生事, 此來決非容易打法,心中驚疑,便用全聲向眾同援祝福, 並問金禪先陣妙用,金禪搭說, 上來指照師傅先簡空白處所現自職和幾道靈父, 如法師為,不知底細,以為接應同援之用,直到剛才, 空前貼身寶藏的先簡敢能忽發金光, 諸民也是如此,同取敗官,才知所設而原先鎮事為久力老怪夫婦而設, 來世十分空險,英勤師妹已早知道,乃公文言,心方一定, 這時合直上官紅隱形飛來,說奉勞溝仙士,用所傳仙法寧符往來擦嬰, 並像五行先頓掩護,用乃師開虎身得的一面寶鏡察探機南宮動作, 隨時傳知,以免強敵隱形暗算。 他還說,當基南宮初入仙府,身形傳人, 金宮仙頓起了強烈反應,幾備牽動全局, 行弟子由寶鏡中看出形跡, 欠告師傅和華太師叔,禁鐘準備,後由華太師叔出面, 向其勸告,基南宮須是旁門,深聖道也剛直, 因到金宮時,適年聖姑隱藏的一座神秘突然出現, 尚有靈符,奏法妙用,基南宮受了先發夢幣, 以為他那麽高的神通法力,敵人既無能守上座, 不便聞來,持久無功,心須憤怒,表面形莊大方, 嘻嘻一笑,就此允諾,因華太師叔禮謀謙公, 自然來此事為主人連幼道淺,意欲解勸, 並非與之為敵,自居後輩,話說結巧,言語言明,不問如何, 只要被他在三日之內將五行先頓破去, 立令主人束手代琴,任其處置,否則,眾令有甚無凡之處, 君請原諒,各自回山,不予計較,以他法力威望, 大了門人,聲勢兇兇,成仁師長閉關赴焰, 賞滿生時,已有以大欺小之嫌,再如相恥不下,即便後來得勝, 也為平日信條,有損威望,何如妙手空空而,一擊不中, 偏然非去,顯得豪爽,來去光明,放閒三日之久,聖意不無, 不勝再不肯去,奸他可以致解,機南攻擊怒之下, 有受聖姑先發感應,一時疏忽,警備將住,剛一隨口應樂, 懷疑請大師叔便以禮謝別引去,事前禮, 陳二位師叔和諸小同門禮,寒二道友相繼出現, 機南攻擊法寶警被損毀了好幾件,定約以後,鬧得更兇, 師傅和華太師叔先頗代者掌有八人手慮, 知到機南攻擊法力甚高,只要被迫上,就許受害, 經過這多半日,才看出掌有八人真歌神通, 也不知用甚法寶隱形飛頓,機南攻那快動作, 一任飛騰變化,怎麽也追他們不想? 小師叔和諸師弟更是逃棄,一個是出沒不定, 聲東激西,秋控使用神雷法寶暗算,一個更精地頓, 先苦凍逼,地面見如晶降,景會一閃穿入,毫無影跡, 擋他不住,也是一抽空,雙手連發石火神雷, 上下亂打,雷發人隱,神速已結,二人出現時, 不是扮設鬼臉,便是說聲難聽的話。 下如六人,也時各有那手,動作如電,機南攻空自激怒, 無可奈何,這才看出百人此來,不是受人指教,便是有此無恐。 據華太師叔說,小師叔他們法力多高,也飛機南攻對手, 最奇的是五行仙頓河等威力,他們隨意飛行, 出沒於光山火海,風雷水柱之中,如魚游水,毫無反應, 又是個個如此,師父先還恐小師縮門膽大妄為,受了五相, 隨時留意,不料心神一分,差點沒被機南攻佔了上風。 後見者等情勢,又聽小師叔連聲疾呼,力言無妨, 這五行仙頓專制左道旁門,不會傷他們,只管全力施展, 免得投鼠忌器,被老怪物佔了便宜, 師父是將五行仙頓正反相生,亦行合運,威力自然暴增,雖雙雞南攻不了, 但看出他要應付也頗為難,小師縮門再一作梗, 雞南攻急於禽人四分,故此失彼,往往鬧得手忙腳亂, 幾次想用斜法把仙虎毀去,軍備或泰師縮拿或激將, 雪雞南攻前輩,你連幼同都傷害不了一個, 途子偉選靈境,指顯能小,有何益處,萬南攻被問得無言可答, 願意辨計,在法寶防身之下,一心想將小師縮他們擔住, 如今越鬥越空,誰也不能奈何遂,師父因機南攻不知用何法寶, 師縮剛才全聲說話幾被聽去, 知道盧太先婆先鎮能夠隔斷語聲, 特異行法,寫一簡貼,命弟子送來,請師叔一觀, 說時,乃姑早把上官雄手中簡貼接過,因時本門先發書字, 看完即隱,大義和上官雄所說差不多,指後面觸乃姑, 說剛才在百亡中拜觀錦囊先是, 茶漢李鴻等這類舉動有無逢害, 空白上果然字跡,對李鴻等所謂一字尾題, 指說陳岩與義正將來安危關係甚重,必須一談, 但到第三日事緣,陳岩激走, 皆是義正要使五行先頓恢復完異,好些事情無下分身, 想託乃姑便便連李鴻一同挽留,請往先府小廚吳談再走, 乃姑本國陳岩那麼高法力,人又是個又同,自己學到多年,見聞頗廣, 竟不知此人的來歷,再看義正來書口氣,分明與此人頗有淵源, 愈發奇怪,上官雄此去之後,清郎仙子華耀松忽然隱形飛來,乃姑忙把門戶開放,請入一談, 才知尚面暫時安靜,隨英勤被困五指臣風之下而外, 患波池仙虎敵我相馳,已扭得何返海轉。 在稍後 веч 隨便 自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